今天我真是移民啦 我先把我的小号移民过去2244先 这次我移民只会带我的大号跟一个小号过去而已 因为之前都已经决定好要移民到2244了 所以我直接在2244那边开了小号 等一下 哇现在 原来现在移民也要等倒数时间啊 哈哈哈哈 一分钟只能接受一个移民而已 OK我们就等吧 OK准备点进去 又要等 又要等 What the fuck 原来现在移民改成这样子了 又要等一分钟 What the 你不要玩我 等了很久啊 等等 有东西跳出来 什么东西 刚刚有东西跳出来 我没有看到 啊 OK这次慢一点 按了之后 是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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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才可以进来 好啦有了昨晚的经验呢 今天应该移民会比较顺利一点啦 在我今天要离开之前呢 昨天就已经出了KVK的报名 那这次我就不能再跟1123的伙伴们一起并肩作战了 不过沙场点兵确实是已经上架了 而且还有17个王国报名 呵呵呵呵 不过机制跟规则有稍微改了一点啊 可能会比我之前玩的还要更好一点 至于资源方面呢 我也是把我的资源送出去给我的队友了 我不是给扯头啦 我是给一些有打仗的玩家 我没有想到就是在我今天离开的时候 国王又发了一个战利品给我 我也没有跟他们讲今天是我要离开的日子啦 不过他还是给我一个 虽然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拿到王国的战利品了 不过在我离开之前还可以拿到一个也算是蛮特别的 那之后1123会变成怎样的王国呢 我自己也不清楚之后会不会移民回来再考虑吧 不过王国内部也是开始做一些调整的 有些内容我就不方便公开给你们看啦 大致上就是有关于战利跟清零的东西 还有黑名单之类的 那我在这边再次声明这些东西是必须要做的 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的王国才变成十国的 如果不做的话会更加糟糕 那一切准备好之后呢 就要退出联盟了 我在2019年10月13号移民来这个王国 今天4月20号已经隔了两年时间 你终于要移民离开这个王国了 哦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之后真的有比较好一点啊 这次一次就过了 所以你们要掌握好技巧 按移民的同时也要把手指放在确认键上面 一直同时按 虽然这个机制很麻烦啦 不过也是要确保王国里面呢 不会出现一些什么事情啦 因为你们有看过之前有 韩国人入侵一一二一的事件 所以玩家们还是要多多体谅这个机制啦 OK成功移民进来了 现在要加入联盟 其他人我就不清楚啦 不过我直接移民过去之后呢 我是可以直接加入祖盟了 那今天也是开始我的农天生活啦 要专心采集了 我把我将近百亿的资源都已经送出去了 我身上没有一亿资源了 那趁着这个影片呢 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要拍这个影片 跟大家说明我移民的事情 因为有些玩家呢 他们会跟着主播一起移民 看到这个主播跑去拿一个王国 他们就会跟着移民 假设说如果我没有拍这个影片的话 还是有不少的玩家以为我还在一一二三 那我拍了这个影片也是给大家 确认我是真的正式移民到2244了 不过我还是比较希望大家 你们不要因为我而移民 而是你们要选择好哪一个王国才移民 我个人也不太会推荐你去移民到哪一个王国 毕竟我还是害怕有一些玩家 他们移民过去之后 可能不太适合 或者是表现得不太好 被人家清零也说不定 所以就连我之前在一一二三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做多少招募的动作 就是担心招募到一些 只是为了我而来的玩家 那当然的一二三肯定是有一些观众是因为我而过去的 那我现在移民了之后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他们 因为有些玩家不可能会跟着我一起移民了 买移民令也是需要钱也是需要费用 我也没有办法帮他们出到这个费用 那我现在是已经移民了 如果你是真的要跟我一起玩的话 你可以移民过来 但是你要知道 我不会帮你出任何的飞机票 再来就是我为什么不选择移民到一些先逢王国 其实主播移民到先逢王国已经是见惯不怪的事情了 毕竟先逢王国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拍摄 比方说武将啊 测试什么之类的 并且先逢王国比较容易获得胜利也比较活跃一点 也有不少的玩家问我要不要移民到1960去 但是移民到先逢王国也要看自己够不够资格移民过去 你能够克吗 你能够干吗 我现在是没有什么克的情况下 我移民过去的话 就要去干这个游戏了 并且先逢王国也比较容易得到一些争议啊 像是你什么比赛输了之后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又或者是打KPK打输了会有一些闲言闲语 我本人的承受力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才选择移民到2244 是比较活跃的王国 但是也没有到先逢的程度 那原本2244是B国的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突然变成先锋王国 他们是最近把自己的战力压下来才变成A国的 我之前原本在123的时候也是A王国啦 所以在A王国打架也不是什么难事 并且以前的123也是先锋王国来的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是有提到 不管你是在强的王国总有一天会没落的 我之前也是考虑过完全不要移民 就一直待在123就好了 但是我打KPK的好胜心实在是太强了 现在123已经开始比较衰落了 也没有什么人出来打架 但是战力依然保持在A国 实在是没有办法压下去 就连那些活跃玩家 基本上都是已经玩了超过两年以上的玩家 没有多少兴趣的玩家可以帮我们一起打仗 又有谁可以想到以前123也是先锋王国 变成A国到现在这个情况呢 所以我移民才不追求你到底是不是先锋王国 或者是有多强的王国 我只希望活跃玩家可以多一点而已 至少在我打仗的时候会比较好打一点 至少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去打仗 这个也是游戏的本质 就是打仗而已 当然每个玩家选择的玩法也不一样 有些玩家选择种田 有些就爱兵如子 但是这些也是他们的选择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的话 我们就只能改变自己 自己选择移民 喜欢在224这边会有一个更好的游戏体验吧 也不是说1123不好 这个王国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没有太多的规则限制 还是很自由的 只不过王国真的是太老了 没有办法 没有多少活跃玩家 真的打到很辛苦 我之前拍摄KVK的画面 你们应该也看到我的王国打架的时候 人数是多么的少 别人一过来 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不舍得肯定是会不舍得的 但是天下无不善之言习 当然我也是还你1123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兴趣过来的话 也是可以一起移民来224 可以再次并肩作战一起打仗 如果你是其他王国的玩家 你要移民过来的话 可以联络这里的移民官草莓 他会帮你处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